中文字幕——YK 也会如同羔羊一般不知所措 时间回到1944年12月 当时由美海军上将哈尔西率领的大型舰队 正浩浩荡荡的行驶 在菲律宾旅宋岛以东的480公里海域 他们的任务是侧应正在雷伊台湾作战的盟军 并向飞境内的日军机场发动进攻 然而 也许是情报反馈上出现了失误 也许是哈尔西本人太过狂妄自大 其率领的舰队进步偏不已的 抓进了戴号眼镜蛇的飓风中 大批战舰在高达十多米的大浪上颠簸 数以千吨的航母 仿佛成了风雨中的一夜无助的偏舟 而停留在甲板上的舰载机则更倒霉 尽管事先后勤人员对其进行了固定 但强大的锋力将战斗机机翼全部折断 巨大的铁锁只能无奈地挽留着 已被破坏殆尽的战机残骸 基本宣告了这些蓝天胶子的报废 但这还不是最惨的 由于对相对其他类型的战舰来说比较小 有三艘美军驱逐舰 直接因为巨大的风浪而翻船 舰上的海军官兵也难逃厄运 共八百人全部葬身大海难以寻获 最终 这支原本雄心勃勃准备进攻的舰队 在穿越飓风之后 基本成了全军覆没的状态 十三艘航空母舰有十艘都是处于严重损毁的状态 根本无法参与打 被如火如荼的菲律宾战役 这恐怕也是美军在二战中 最难以抹去的一段惨痛记忆吧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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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